来潮州旅游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么一条排坊街 排坊街的主要干道上呢 全部都是这样的排坊 总共有24座排坊 每一座都不一样 也是纪念历朝历代 在潮上地区做过贡献的人们 林大清他原名叫林大茂 他的老师叫叶真 老师小时候为了吃烫他的聪明才智 就出了这么一对对子 足甲满园 岂能成林大茂 林大清知道他是说自己不能成才 所以呢他就回了一个队 叫做梅花魁首 何成崇也先生 这个老师大为赞赏他的才华 于是就把林大茂的名字 给他改成了林大清 就是说老师都要钦佩他的意思 为什么潮州会有这么多的排坊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 统治者他为了提倡这个伦理道德 就会把一些结义功德 和科底粗粗的那些成就纸 把他们的事迹给他用排坊的形式建出来 最早的时候是十一堂诵期间 先是用木头做的一些排坊 到了明清时候就全部都改成了这种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排坊 他主要还是为了表彰一个人 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的丰功伟绩 尤其在潮州这么偏僻的地方 难得能够上京高考又中了状元或者中了官 为百姓为事迹做好事 所以人们都喜欢用排坊的形式来纪念